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星期我想做一個關於專櫃的胭脂和光明的主題 我知道很多觀眾喜歡看我的頻道 都是因為我不會說很多太貴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生活化一點,容易買到,買得起,負擔得起 或者買得開心點,錢包沒那麼痛 為什麼我會選擇今星期買一些專櫃的產品呢? 我想大家都留意到這一兩個星期開始 就是SOGO的Thanks for Week 我想大家都開始蠢蠢欲動,心動動想買一些東西 我想各大品牌也開始有很多下季套 或者有很多網站也會減價 可能大家都會有些東西很想買 特別是這些專櫃品牌,你也知道每一買都幾百元 究竟是否去買呢? 我今星期就會著重說這些分析 今集是由胭脂開始說起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看下去了 第一個會出現的品牌應該沒有在我這個頻道出現過的 就會是Tree了 Tree這個品牌,我想它來了香港五年?有沒有? 之前它還沒來香港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台灣買過 然後我用完一盒胭脂 這個就是我上一季11月的時候 在SOGOFans for Week 他們買一送一,我就再買 之前的胭脂我已經完全用完 這些是回購 13號是下面這顏色的 上面這個就是2號 其實我買這兩個都蠻小型的 他們的分別是上面的2號會偏粉紅一點 而下面的13號會偏蜜桃一點 這個就是13號色 而旁邊的這個就是2號色 都看到有分別,這個真的比較穿紅一點 而這個是比較平時珊瑚色蜜桃色系的感覺 我今天也是用了13號色這個胭脂的 你會看到其實都真的很日系 它真的很粉霧 然後很元氣 然後它不會是很強烈的顏色感 但是它就會做到一個可愛可愛溫柔的感覺 但是它也有它的缺點 例如它其實一盒我覺得是很不耐用的 我想它也算是我用得最快用完的胭脂之一 它也蠻非分的 我覺得你用掃掃的時候都很散的 而且它不算非常持久 對比起同一個價位 就算是日系也好 也有其他比它更加持久的選擇 我剛才說過如果日系專櫃品牌的話 有什麼會比3那個更加持久呢? 一定不用問的了 一定是SUKU的這個胭脂 這個胭脂在香港是沒有專櫃的 我自己是在Selfridges那裡 在英國買回來的 這個胭脂裡面是做了一個很漂亮的漸變 其實它每一盒都是的 我這個顏色是105號色 就會是比較低調一點的漸變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顏色也不算是一般鮮艷的顏色 這個顏色就會多一點成熟感 偏一點啡紅色的感覺 但又不算是去到肚色系的 首先它是有一點光澤感 然後它也沒有那麼粉嫩的顏色 但是這個顏色用了上面的時候 是會出奇地漂亮的 SUKU的這個漸變胭脂 我覺得真的 這麼多的胭脂 我暫時覺得它是最滑的 粉是最細緻的 之後如果你的底妝夠貼 貼到好像自己皮膚一樣的話 你再用這個胭脂 你會發現它的顏色真的好像在皮膚裡面透出來的那種細緻 一點都找不到粉感 完全沒有的 它是真的很滑的 很滑的 很細緻的 粉是 你滑下去 你都會覺得它的粉細得像mousse 但你知道很深知肚明 它是一個粉狀 雖然它是這樣很自然很淡淡的 透了這個顏色出來 但是你不要小看它的持久力 它真的可以一天都不掉 這個胭脂 超級厲害 它是完全值回這個票價的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香港買不到 你不可以在香港試色 你要去到日本的專櫃才會試到顏色 或者台灣 當你去到試色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有選擇困難症 因為其實它每個顏色都很漂亮 你就不知道買哪一個好 而且它不便宜 如果你便宜一點 便宜一半價錢 我簡直全都會包 我都不會心痛 但是它去到300元這個價位 究竟買哪一個好呢 如果你最近有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其實我最近都買了很多胭脂 其中這個就是Benefit的一個 五種顏色的一個胭脂石 把它打開出來 裡面就會有五個胭脂 然後這個本身是放掃的 因為掃不好用 早就放下了 不知道去到哪裏 今天我會不會介紹買了這五個呢 如果我用300元的預算 其實它完全是歐筆 因為它是560還是580元 但如果你說專櫃胭脂 其實它一個個大約是260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說有興趣去買Benefit胭脂的話 也可以聽聽我的分析 但當然如果你本身已經想買這一盒的話 560元是超級划的 因為560元是有五個胭脂 基本上是平時可能的差不多半價 或者六五折 Benefit這個胭脂 或者它的產品 都會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全部都很香 都會有一股香味 這一盒它一打開 簡直是會有一種Berbie的香味 它是很玩具的一種香味 如果你說裡面 其實我最喜歡的顏色 就不是它最有名的蒲公英顏色 而是這個 Galifornia 一個很漂亮的橙紅色 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它的顏紋已經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你會看到它這種顏色 簡直是用紅粉菲菲 四個字可以形容它 它也算是一個鮮艷的橙紅色 然後掃上臉上 你會有一個可愛感 然後會變得很精神很精靈的樣子 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Benefit的胭脂 我覺得它的優點是比較顯色 基本上你不用掃很多轉 它不像日系那些那麼柔和的 它是激烈一點的 所以你的力度也要遷就一點 看看你想要的妝效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它的持久力一般 你預約四五個小時左右 即是不會維持八個小時那麼久 但是它的表現也算挺平均的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它的包裝 然後覺得它的香味有接受到 然後喜歡那個顏色的話 其實我覺得Benefit的胭脂也可以買的 反正也在說我最近買的胭脂 當然不少得一定要說的 就是CLINIC的小花胭脂 CLINIC的小花胭脂 在今天這麼多個專櫃胭脂裡面 是最便宜的 香港買會是$190一顆 我自己在Selfridges買回來 是$155一顆 你算起來的話其實真的便宜很多 基本上是買三送一的 但Selfridges沒有Colapop或Fickpop 這些比較新的顏色 所以這個Colapop我也是在香港的專櫃買的 $190一顆 我知道現在Sogo Fence for Week 這個小花胭脂 在做買兩種顏色送一支唇膏筆 其實我沒有用過唇膏筆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其實也比沒有好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買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現在入手的 也算有一個小禮物送 我特別想說一下這個Colapop 始終它是一個新色 也有很多人問我有沒有買到這個顏色 其實我真的有買的 它上到的手上 你會看到真的要小心點用 因為一下子就真的很深色 如果你問我它的顏色 我會想起什麼呢? 就是滋潤 我覺得它真正是滋潤的 我自己也挺喜歡這款顏色 但我不喜歡它放在臉上 我自己是喜歡把它當成眼影 而其他的 比如說Peach Pop 這些顏色 或者是Melon Pop Melon Pop 在這裡應該太淺色 看到嗎? Melon Pop是再淺色一點的 應該也看到的 這個就是Peach Pop 這個就是Melon Pop 以及Colapop 其實它這個胭脂也很有趣 它的顏紋也壓得很緊 然後它不會飛躺 也挺滑的 它上到臉也不會有太大的粉感 而且它出了很多不同的顏色 分別有多大 譬如它會有紫色系 肚色系 粉紅色系 蜜桃色系 玫瑰色系 它都會分開很多不同的系列 然後我就說NARS NARS 現在在香港 我覺得它的胭脂實在太貴了 現在是$310港幣一盒 其實我10年前左右 已經是一個NARS的超級粉絲 這些要看到盒子超級殘的 就是我的collection NARS的包裝 其實現在應該是改了 質感好很多 以前 如果你是跟我的年紀一樣大 或者是你10年前已經開始買NARS的話 你就會知道 它的盒子 會不知為什麼 隨著歲月會變得黏黏黏 現在拿完 真的想馬上洗手 它是黏黏的 很噁心 然後會超級黏沉 你會看到這些已經擦不到 如果你掛 你看看 看到有一條痕肉 極噁心 這個是NARS的包裝擺筆 但我發現新買這個會比較滑 已經應該沒有了這個問題 NARS的胭脂 我曾經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它是我曾經心目中的Top 1 它很有名的兩種顏色 一隻是Orgasm 一隻是Deep Float 兩隻我已經是Hit Pan 用了 完全沒有了 扔了很多年了 到今時今日 我還是覺得那兩隻顏色非常漂亮 真的是NARS的一個招牌 但是隨著這個時間的流勢 其實到今時今日 也有很多牌子出了一些比較相似的顏色 所以結尾我還是沒有買的 這盒是我去年買的 就是Sex Appeal 那隻顏色 這隻顏色我自己也覺得非常漂亮 它是什麼顏色呢 就是魏素顏的顏色 讓大家看看 再問一看 它是一個非常粉嫩 很淡 很淡 的一個 Baby Baby Pink 我塗了一隻手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顏色 因為這顏色真的很淡 這個Baby Baby Pink 的顏色 Sex Appeal 就是我最近都蠻喜歡 譬如你那一天做運動 行山 總之就是一些你不能化得很濃 或者被人覺得 你化妝了的感覺的時候用 它就會 令你 個人看下去 沒有那麼潮水 沒有那麼殘 就會有元氣一點點的顏色 也不會浮誇到 一看你塗了胭脂的感覺 我也是覺得它是這麼多胭脂 裡面做這個效果 做得暫時最好的一個胭脂 NARS的胭脂 一向都很有名 它非常非常持久 它的持久度 跟SUQQU一樣 全人不需要補 都會有顏色 即使它是這麼淡 它依然會保持很久的時間 不會很快就沒有了 NARS也是有超級多顏色 但是它的顏色 都真的很顯色 這個這麼淡就有例外 所以你用NARS的胭脂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一點 你盡量不要用一個 抓分能力這麼高的胭脂掃去掃 你盡量輕輕地 碰兩下就好拍上面 否則 NARS的胭脂是救不了的 如果你塗得太厲害的話 我試過是很難去救妝 妝是 Certified的 所以我覺得NARS的胭脂 用起來要小心一點 而且 我想也不算很適合新手用 我覺得你要有一定的上妝技巧 才好用NARS的胭脂 其次它越來越貴 我想一開始240元左右 它一加到310元一盒胭脂 我覺得過300元的胭脂 真的太貴了 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真的需要到這個價錢呢 最後我想說MAC這個牌子 我想這個是MAC剛剛開始出 這個mineralized blush的時候 出的一個limited edition 你看到它是一個礦物的雙色胭脂 自從我買了MAC的雙色胭脂之後 我就沒有再買過MAC的胭脂 因為我覺得它完全不好用 它的粉粒是超級大 然後上到臉都很粗粗 它是令到你皮膚本身很好 都會變成毛孔粗大的感覺 然後我就沒有再給那個機會 MAC的胭脂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進步過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買MAC的胭脂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停一停想一想 應該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好了 今天這個專櫃胭脂分析分享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有用 和你喜歡的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 給個like和subscribe 這個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